转眼间半年又过去了,再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,同学们又要开学了,今天给大家推荐几款性价比极高的新手机,快来看看,有没有你喜欢的吧? 今天我们首先要说到的是,更适合男生的性能,小钢炮360N6 Pro 360N6 Pro正面达,占了一块5.99英寸的全面屏,形占比高达84.5%,采用了当前最流行的双面玻璃设计,有极叶黑和深海蓝两种配色可供选择,后置双摄加后置指纹10笔,颜值真不错,处理器采用了一代神优骁龙660,加上6G的运行内存,性能妥妥的。 流畅运行王者,或者吃鸡都没有问题,360N6 Pro后置双摄中的主摄像头,采用的,是三星提供的1600万像素CMOS传感器,最较快,成像效果也很不错。 除此之外,360N6 Pro搭载了一块4050毫安时的大电池,比一般实面上3000毫安的电池,提升了近三分之一的电量,而且支持快充,真是诚意满满。 这款性价比如此之高的手机,在优质二手平台照亮机上,售价仅1450元,如果你喜欢玩阴阳师,可以考虑一下,荣耀V19荣耀V19,与网易热门手游阴阳师合作,并针对阴阳师进行深度优化。 是网易热门师手游官方推荐用机,采用了5.7英寸2K显示屏,支持第二代专业护眼模式,潜入式纯屏双镜头和钻切亮边,拨光纹理设计,使整台手机更显优雅。 荣耀V9搭载70968核芯片加6G运行内存,能满足日常生活使用上的需求。 此外,荣耀V9还在厚度仅有6.97毫米的机身中,塞入了高达4000毫安时的大容量电池,配合高效节能的70960芯片,可以达到出色的续航水平,而且9V每2A快充,还能大幅节省充电的等待时间。 荣耀V9发布价为2699元,在优质二手平台朝亮机上,售价仅1599元。 最后我们推荐一款适合女生使用的时尚手机,OPPOR15,OPPOR15,是OPPOR15,今年3月份发布的一款新机,在预热阶段就收到了大批女粉丝的追捧,开售后直接登顶各大交易平台保守,从销量上就不难看出,它对女生的吸引率有多大。 OPPOR15采用了一块6.28英寸的OLED剧屏,在实际手感和传统5.5英寸手机差不多,行占比高达90%,显示效果出众,手机采用的是时下最流行的双面玻璃设计,渐变色是一大亮点。 拍照方面,采用1600万主镜头,加500万景深复摄像头,主摄像头是首发的SONY IMX519,拍照效果不错,配置上标配板使用联发科P60处理器,梦境版是骁龙6605,实际跑分差不多,日常使用几乎感觉不到差别,加上OPO对游戏的优化加速,体验不错。 电池方面使用3450毫安电池,日常使用以天问题不大,加上AUTO的VOOC闪充,让你续航无压力。 目前全新的OPPO215在官方渠道上的售价为2999元,但在有这二手机平台,找亮机上6G加128G版本的OPPO215,仅需2250元。 这三款手机各有特点,你喜欢哪一部呢?